今天是 昨天呢 跟大家人类物类的讲了一番 没有想到啊 网友还真喜欢这玩意儿 没有动脑筋 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讲了是什么 网友还反而觉得不错 有时候我认认真真准备讲一下呢 网友还觉得有问题 所以我都有时候摸不清楚头脑 到底应该讲什么 不过呢我依然是想的哪里 点的哪里 今天要点的话题啊 其实层次很多问题很多 那么先从哪里开始讲起来 我都忘了标题写了一些什么类影 还是跟习近平讲起 习近平啊 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情中间 我最开始就是 这个 跟他写了几个字 我说习近平难不能过这一关 关键靠的是任期 如果几个星期之后 四五个星期之后 职民稳定了 那么呢 这个中国要等待一个大的变化的来临 可能就要真的需要一个另外一次危机 另外一次危机的规模呢 比现在要大很多 除非呢 习近平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 能够在这个事情中间 能够有所反省 有所醒悟 现在我们没办法呀 登参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他的所思考的问题 或者是他的境界的变化 但是我们从中共的 这个媒体来看呢 虽然他的中宣部长啊 是这个黄国民 他的这个人民日报社长 他的这个网信班主任 他的中央电视的台长 除了新闻社以外呀 这个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清定的人 但是我就论不清楚 这些自己清定的人的无能 还是现在的中国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域的人 是故意搞高气黑 怎知呢 如果你去看中共 官方媒体 你对习近平的印象啊 就感觉的好像是一个 简单的说 不能样子 不能说这个像 像这个这个任志强先生 所讲的那么的还不堪 但是至少呢 是很多人感觉到 这个习近平这个形象 一出现 并不是那么可爱 也并不是那么可敬 我就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 难道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 就故意促操这么一个习近平的形象吗 故意让老百姓感觉的这个形象 怎么是这样子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有一批人欣赏他这个形象 至少习近平自己感觉到 哎 还这个比较满意 所以他这些天呢 这个中国真实的危机 还远远没有过去 但是习近平已经呢 极不可待的 这个像一个世界领袖的样子 像一个真的决定 或者是操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样子 对吧 这些天呢 他已经开始亲自打电话 不像过去那样 什么领袖一通电话 都是音乐打来电话 因为音乐打来电话 大家都很知道 这是一个很心虚的表现 这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打电话的是别人要打给我 对吧 那是全世界都知道 全中国人都知道 那么音乐打电话 那么这是一个呢 就是这个 完全没有自信心 就像有一个一些人 他要通过做这种节目 或者是讲课 来表现自己呢 很有这个知识水平 所以我们叫什么 掉书袋 对吧 那我们也知道 有些妇人 尤其是辛勤的妇人 她都恨不得 让你知道她呢 喝的什么酒 抽的什么烟 坐的什么车 开的什么专机 她都一个一个呢 来展示给你看 这些事情 稍微有一点正常的 判断力的人都知道 这是完全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但是一场这么大的灾难过去以后 还没有来得去打扫这个战场 还没有来得去习起教训 习近平就如此极不可待的打电话 你一天到晚可能说 打一打 打一打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 到至今为止还没有打 一个呢 就是这个美国 一个呢 就是日本 我等一下 跟大家讲 为什么到至今 还没有打电话 也许今天会打 明天会打 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会进化打 为什么呢 因为外交正在产生一个 又一能新的变化 这个变化 我等一下再讲 我先跟大家讲 习近平举重打电话 前面一些国家 什么韩国 什么地方 我就没有去 去那个 我只是讲 昨天 打的这个电话 给的是 这个 一个英国 一个法国 一个A级 我不知道跟德国 有没有打电话 不过德国打电话 可能也不行 这个现在的这个 这个德国总理 梅克尔女士 被隔离在家 可能现在也不方便 这个打电话 但是从这个三个电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 还是在想玩一玩 这个 林英欧 制美的这种老把戏 那这种老把戏 大家明明知道 是玩不起来的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这个还是要玩一玩 因为至少呢 要给这个呢 美国一定的颜色看 那至于A级 一个呢 这一次情况 也算比较凝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一带一路的关系 这个A级 还没有了 这个完全的打通 希望这么一通电话 能够呢 就是 对这个跟A级的关系 有一个呢 这个 比较好的 一个 一号的 关系的发展 的一个起点 那跟法国 马克人打电话 这个不奇怪 因为马克人是 欧洲国家里面 虽然呢 没有跟这个 这个像意大利那样 这个 这个 爬上这个 一带一路的战车 但是呢 马克人 因为跟这个 川普总统 这种最开始 可能发生的 爱卖关系 并没有继续下去 马克人感觉到 有一点 没办法 那就是 开始联合中国 来来 增加自己 对这个 美国的分量 就像习近平 想增加 这个 对美国分量一样的 而英国 表面上呢 或者实质上呢 是川普的小弟 但是英国人 陈内 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在 哪个总统时期 小布什时期 还是在阿巴马时期 对吧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投资银行 那就是 在欧洲国家 是英国人 最先背叛了美国 逃奔了 这个中国的 一带一路的 这么一个 这个 战车 那么当上 美国弃的要命 弃的要命也没用 对吧 那么在现在 美国试图 要给予中共 尼力打击的情况之下 这个川普总统 把这个病毒 临时改成中国 这非常明显的 是对中国 过去一段时间 过分 嚣张 而且呢 讲出那一番 这个 非常恶劣的话 完全是 诬陷 完全是 告现 是一些 极不负责任的 阴谋论的 媒体 所弄出的 所谓的 这个武汉的 什么东西 尊重会 但是纯粹没有常识 我已经讲过 很多次常识 这个病毒 既不可能 是武汉 批示出来的 也不可能 是美国人出来的 这是到至今为止 科学家 全世界的 病毒的科学家 已经 认证了的 这个 自然病毒 现在全世界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位 病毒学家 确定这个病毒 是这个 所谓的人工 病毒 或者是 人工加自然的病毒 或者是 扶植的病毒 只要有一位 病毒学家 这么说了 那我们的媒体 一定会想办法 去请教 这位病毒专家 因为这一定是一个 世界级的 这个大新闻 但是呢 这个 无知的人 毕竟是有相当大的 比例 没有尝试的人 或者是 不顾尝试的人 或者是 心里面本身 就比较恶毒的人 当时候 趋于呢 这个 对中共政府的 不顾嘛 趋于呢 对中共的 不信任 也 甚至有一些呢 是趋于 对这个 中国民众的 这样一种愤怒 所以呢 编制了那些 那些完全不成的的 访命 后来呢 又有一批 反美分子 那么他们呢 那就更加无知 因为在美国政府 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 现有的 这种框架之下 他要去 抑制中国的发展 用这一种 灭接人性的行为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点点政治常识 都知道 何况这个 我们不需要 在政治常识讨论 我们就存在 在分子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 也可以确定这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 简单的 一个分子问题 并不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一种 这个 分析 这一种